Hello 大家好 就说一下 健身吧 因为我今天去健身了两个小时 断断续续的 中间有休息 但休息的时候也不是干坐着 就是拉筋 你就把拉筋当休息静态的嘛 然后跑步 然后加上那个 举哑铃 也不算是哑铃吧 是一种很小的 然后呢大概只有半米那么宽 左右两边挂着一个重物 还有那个 还有小的哑铃 就是一对的 所以呢今天就健身了两个小时 这朋友教我锻炼 因为他想减肥 然后他想减肥呢 我想吃苦 因为对我来说 健身是件吃苦的事情 好多人会隐造于健身 我其实事后会隐造于健身 但是当时的时候会觉得 健身是件辛苦的事情 不过呢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自己吃苦 就是要让自己吃苦 所以呢我们两个呢就是一块 嗯 他特别厉害 他可以坚持 所以我特别羡慕就是大家那种 对自己下得去手的人 我对自己就有点下很不下心 所以呢就是需要有人带着 然后就健身嘛 非常的有效果 真实 我想我就健完一套吧 他12分钟一套 我健完一套就已经出好多汗了 然后呢 你就接着练 就一身轻松的感觉 而且呢我做完这些运动呢 会对自己更有信心 嗯 虽然是一些身体上的劳累 可是你能扛过去 就是 你可以 所以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或者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话呢 每天呢也可以就这样做 它是一个为心 为性 为道的过程 它不是单单的 为了身体而健身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加油